一人一狗走在山间小道 那狗子飞快跑进转角 突然狗子传来一声踩叫 他赶紧上前查看 此时那狗子在舔着前脚 仿佛被什么伤到 他边走边呼唤狗子跟上 谁知那狗子扭头就往回跑 下一秒 女人缓缓伸手触摸 面前竟然有一堵无形的墙 他尝试左右摸索 可那道隐形墙仿佛无处不在 女人四处寻找 突然看到了活人 他赶紧上前求救 但无处不在的隐形墙将他阻挡 他敲打墙壁 试图引起对方的注意 但渐渐的他发觉不对 那老大爷纹丝不动 任由水流在手间流过 大妈坐在椅子上就像木偶 他们仿佛被按下暂停键一般 眼前一切都静得可怕 女人开始慌了 怎么个事儿 到底什么情况 他开着汽车加大油门 对着前面撞上去 那车都撞成了废铁 隐形墙丝毫没有消失的迹象 被隐形墙隔绝的他太绝望了 女人将小美跟朋友来山区度假 朋友俩准备出去游玩 女人因为晕车 带着狗子留下休息 一夜很快过去 醒来的他却发现 朋友没有回来 于是他带着狗子出门寻找 却发现自己被无形的墙困住 前方没有任何障碍 但他却没有办法走出去 不甘心的他抱着幻想 一次次地来到这里 希望隐形墙能够消失 但每次都失望地离去 夜里女人被声响惊醒 她赶紧打开门 那隐形墙竟然把门给堵住了 女人被无形的墙困住 用尽一切办法也无法走出去 夜晚她开始写辛勤日记 用这样的方式排解寂寞 她也会观察那对老夫妇 整整三个月过去 他们依然保持同一姿势 没有生机也不会腐朽 时间法则在这里失去了作用 此时她开始后悔 如果当初跟朋友一起走出去 现在会不会是不同的结局 这一天她带着狗子 在林间寻找出路 那狗子仿佛发现了什么 下一秒突然狂叫着冲了出去 小美紧随起后上前查看 却发现了一头牛 这么久以来 她是除了自己跟狗子以外 第三个活物 这样她欣喜不已 那温顺的牛 让女人恢复了希望 她决定要好好地生活下去 她开始割草喂牛 虽然她从来没有做过农活 割一片草地都需要一个星期 但她没有放弃 在储物间 她找到一袋土豆 拿出铁锹 开辟出一片田地 用小刀将土豆划开 接着埋进土里 那老天爷也横给力 刚播种完就下起了大雨 如果不是被隐墙隔绝 这是一个度假的圣地 女人看得入神 突然又动静传来 拿着小刀 她警惕地打开房门 却发现是一只湿透的小猫咪 女人将她带进屋里 还给她吃了东西 就这样 一牛一狗一猫咪 相伴着孤独的女人 在这片被遗忘的土地上 生活下去 转眼间 又三个月过去了 女人决定拼一把 她开着小车 加大油门 准备冲出去 汽车撞上了一堵无形的墙 尽管女人用尽各种办法 依然无法离开这个地方 她开始采摘野果 每天吃着土豆泥 终于让女人难以下眼 为了生存 她开始戴上猎枪 尝试打猎 瞄准目标 哭斥一声 结果路跑了 那反作用力 还将自己给弄伤了 就这样年复一年 女人已经习惯了 无忧无虑的生活 她不再幻想出去 与其在城市里 每天勾心斗角 还不如在大山里安享余生 这一天 女人找到了一张地图 这一刻 她似乎又看到了希望 跟着地图指示 一路来到深山 突然 她看到一辆伐木车 看车后的木头摆放 似乎刚刚还被人动过 女人缓缓靠近 下一秒 又被挡住 又是那堵 无处不在的隐形墙 她走遍了整个山脉 依然没有发现任何的出口 失望之下 她只好带着狗子往回走 突然 狗子急速加速 她发现了人类 是这两年来 第一个出现的人类 然而 这个人依然疯狂 拿着斧头就砍向狗子 女人匆匆赶回家 拿出猎枪 毫不犹豫 射杀了这名男子 但狗子却被送走了 一切归于平静 女人又成了孤单的一个人 她再次拿起笔 写日记 这将是她最后一篇日记 因为所有的纸 背面和反面都被写完了 全篇看完让人感叹 封闭的空间 好比女人的内心 她将自己的内心 封闭在这片天地里 整个影片看完让人压抑 那与世隔绝的风景 是影片的亮点 看着伙伴一个个离开 只剩她自己 享受无尽的孤寂